现年28岁在深圳从事电子商务的何小姐 上下班的时间说出来恐怕会献煞不少通勤族 只要两分钟 因为她住的地方就在公司的停车场里 每个月的生活开销也从2500人民币降到600元 我之前的话基本上房租大概是在2000左右 然后加上水电可能大概2500 然后我现在的话基本上我的房租就是600块钱 就是最多顶天就是房租的一款 因为平时停车是20块钱一天 然后30天停满的话也就600块钱 尽管近来中国住宅售价整体下滑 但北上广深这些所谓的一线城市 一般民众的收入还是远远追不上房价 房地产研究机构近来公布的调查显示 三镇的房租与收入比例最高达49% 共屋那压力更是三大 二手公寓的平均售价每平方公尺是六万五千人民币 市民企业平均月薪的九倍 背不了高额房贷又想省租金的情况下 露营车改装的车房成了某些人的另类选择 这边是我的一个沙发 平时我就躺在这里看看电视 这个是床 平时的话这个可以打上来 然后就可以睡在这里了 然后是衣柜 整个是个厨房 然后在这里做饭 门一关掉就可以没有油烟 这边是我的卫生间 平时就每天晚上在这里冲凉就可以了 这有个洗衣机 每天把衣服放到这里 空调这个是每天就要开的 许多城市一房难求 但也有三四百个建案 像东北沈阳这两百六十户废弃的欧式别墅 国宾官邸一样成了民众口中的鬼城 中国2020年对建商债务风险 寄出了三道红线四级管理的要求 许多企业财务过度杠杆 而爆发债务违约 结果就是烂尾楼在各省各地遍地开花 我就是冲着这个价格和位置就是买了这里 然后就是想到他们可能是年底的时候吧 就开始进攻了 然后每次给的交付日期都达不到 他们承诺过很多次了 一会儿说什么四月份啊 六月份啊 九月份啊 然后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交来 详细的数量中央政府从未公布 但据上海一个官方机构 附属研究单位的报告指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全国约有百分之四以下的建案 建了一半 换算成建地面积相当于两亿三千 一百万平方公尺 国宾官邸荒废了十一年 如今成了附近农民废物利用 续养牛羊的地点 还吸引一票城市探险者和网红 以鬼屋为卖点拍片打卡 生活压力庞大 在怎么奋斗 未来依旧无望 吹起一股躺平主义千居下流风潮 让黑龙江临近俄罗斯边界 号称白菜价就可以买到房的赫刚 成了年轻躺平族的避难所 和每平方公尺要价十万多人民币的广州相比 赫刚整城有阳台 有景观的顶楼公寓 采卖四万人民币 对横跨好几千公里 大老远跑来这里定居的人来说 冬季动辄 设施零度以下的低温 都没有大城市昂贵的生活花费可怕 恭喜新闻往后面编译